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优雅的下载B站视频的技巧 那么记住这个网站 大家可以把它放在收藏杂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做Bilibili Helper 那么原先的话呢 它在我的KQ浏览器的应用中心里面有 今天我发现它突然没有 没有的话呢 我就需要手工的来安装 那么手工安装的话 我们怎么来操作呢 来看一下 点击这个click here to download 那么千万不要点上面那个 上面那个的话 它会去那个谷歌的一个商店 那么我们国内的上网条件的话呢 一般就打不开它 好我们点击这个 那么它就会下载 对吧 那么我们打开我们的应用中心 点击管理我的应用 点开开发者模式 然后这个时候把我下载好的这个Bilibili Helper 这个插件往里面拖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会说要不要安装这个 那么就是决定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在我的上面就会出现一个Bilibili助手 这个小图标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这里可以看弹幕的查询 那么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视频下载 下面也有一些小功能 它可以自动领瓜子推送通知 然后反正功能还挺多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再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我们喜欢的这个视频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视频的话呢 我只需要刷新一下它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旁边就出现一个助手 对不对 点击助手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这条视频的弹幕 你随便点击一个就可以看到这个弹幕是谁发的 可以看到是谁发的 那么另外一个功能就是 我可以点击下载 点击这个 高清 它就会开始下载这个视频 今天网速特别快 已经下载好了 是吧 OK 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再见 我们的主要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